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到底身份不同了 以后做事不能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看你这侯夫人当的呀 也是够艰难的 你教训我的时候不是顶厉害的吗 怎么到了徐家就成了安纯被人拿捏了 原来也就是个外力内人之辈 我算是看明白了 二姐这是特意来看我笑话的 风水轮流转 你教训我的时候 可想到了今日 好了好了 你没事 我们俩也就安心了 这刚才着急来看你 都没去给太夫人请安 实在是不合理数 我们俩呀 赶快去给太夫人请个安 那姐姐们快去吧 走了 二姐 二姐 我不指望你说什么 这求情的话呀 我去说 你要是再这样口无遮拦 得罪了太夫人连累十一妹妹 我绝不与你罢休啊 哟 五妹好厉害呀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要怎样与我不罢休啊 待我孩子出生 绝不让他认你做姨母 还是那么幼稚 那我说的你得听啊 你们是稀客 姐妹之间 当然应该多走动走动 是件好事 太夫人 说得对 我们也很久都没有见过妹妹了 这今日来看望她才知道她行事不到 得了太夫人的教诲 对 那我 我们妹妹其实已经知错 十一妹在家之时的确有些任性 不过我看她自进入许府之后啊 就变得谨小甚微 做事也越发有章法 还是太夫人 还是太夫人您教得好啊 王上夫人 这自然是太夫人 您教得好啊 我们这些 也会做姐姐的 也会多提点十一妹 让她谨言慎行 别惹您老生气 也伤了我们几家的和气 王上夫人的意思 老山明白了 也请王上夫人放心 十一娘虽有逾举之处 但她能知错就改 所以 不至于伤了两家的和气 太夫人仁慈 二姐 你刚才胆子也太大了 这一句接一句的 你就不怕得罪太夫人啊 即便我们人为言轻 可来了这一趟 若是连句话都不敢说 岂不是让人 更悄清了十一娘 放心吧 听太夫人的意思啊 只要十一娘肯认错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何止是我误会了 我二姐 还是十分关心 十一妹妹的嘛 谁关心她了 即便我不想承认 可她也是我的姐妹 若是她被人瞧清了 丢的可是我的脸 是 好